网上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啦 什么吃蒜头啦 什么喝酒啦 抽烟啦 对疾病的控制全部都有效 其实如果你问我 很坦白的跟大家说 我会尝试大伙大伙 上到区要查体温 然后要洗手 有办一点讲座会这样 后来提防学生 就是要采取什么行动 公司是叫我们带mask咯 其他的就没有啦 因为其实是看自己自身勉励力啦 不用太过恐慌啦 基本上是跟我们在Facebook 有看到的一样 就是邀请洗手 我看到是现在mall都会有人在带了 其实现在走在路上 都蛮多人带着的 可是也是会有一半的人没有带 不过比起以前的话 现在的确很多人都有带着mask了啦 在购物馆里面比较多人带mask 我是看到啦 在户外就还可以 市政府在做 你会看到 在电视上 他们有常常在传承 洗手机 带着mask 避免大人 他们正在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你们要保证一下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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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们讲到一个传染病 所有的传染病一定有三样东西 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个叫传染源 第二个叫传播途径 第三个就是易感人群 那我们从传染源先开始讲 传染源首先如果今天 各位有谁曾经到过中国 或者是接触刚刚从中国回来的 不管是马来西亚人 还是道地的中国人也好 你们必须先自行隔离 因为你们隔离了以后 你们就已经把可能可能很不小心的 你们会是其中一个传染源 那如果你自行隔离了 那么你就把这个传染源给控制了 那你就不去传给别人 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传播途径 目前大家公认的就是有飞沫传播途径 还有分口传播途径 什么叫飞沫传播途径 就是今天比方说我打喷嚏啊 或者是我上风啊 那个飞沫传到给别人 那么如果这个飞沫是有病毒的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感染了 所以首先如果今天我们有打喷嚏 还是我们有伤风感冒 请记得戴上口罩 再不然的话就是 如果比方说今天在人群中 你不小心要打喷嚏 请用手盖着或者是用T恤盖着 盖了之后把T恤丢进封闭的垃圾桶 把这个传播途径 就是这个飞沫传播途径给减少了 卫生组织也发现到 分口传播途径就是可能我们上完厕所没有洗手啊 这些东西其实你们都要去洗手 洗手不一定要用我们现在市面上断货的洗手液 其实普通的肥皂就已经足够了 最后是一个保护易感人群 那么易感人群就是我们讲的比方说 免疫功能低下 比方说刚刚进行化疗的病人啊 或者是有癌症的病人啊 糖尿病啊 淹明啊 或者是一些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啊 这些我们都要鼓励他们穿口罩 还有避免去那些人潮多的地方 那么那些健康的 其实你们都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马来西亚的情况暂时还没有这么严重 所有的病毒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怕热 那当然现在这段时间可能还有凉风啊 还有冷啊 甚至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说 不要长期待在那一个冷气房 尽量保持通风 所有的病毒的特性就是喜欢冷不喜欢热 从夏天一来只要天气一日 这个病毒的活跃就没有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活跃 病毒不像现在这么活跃 自然而然它的传染力就低下了 整个病就不再那么的恐怖 网上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啦 什么吃蒜头啦 什么喝酒啦 抽烟啦 对疾病的控制全部都有效 其实如果你问我 很坦白的跟大家说 都没像 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要去吃东西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来对抗这个病毒 很简单 做两样事情就足够了 第一个 勤洗手 洗手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呢 今天如果我们勤力的去洗手 我们的门把上就不会发现到病毒 我们的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也不会发现到病毒 为什么会发现到病毒 很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洗干净那个手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直很多医生长期都一直在讲的 勤力做运动 可能你吃了这些东西或许有效 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完全全防止这个病毒的在扩散 如果我们说一个疾病的恐怖在于你没有药医 今天我们有药去控制 就是我们的抗病毒药物 换句话说就已经有药医了 大家也不用太怕 如果大家要怕 我觉得现在我们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天气 忽冷忽热 要留意Dengue了 Dengue喜欢在这种这样的天气上 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穿口罩 如果口罩没有好好的丢进垃圾桶 口罩可能就会积水 这个就是Dengue蚊子最好的瘟疫床 我觉得大家要担心的反而是Dengue 而不是这一个疾病